来看到泰鲁阁族自治人才培力计划第四次筹备会 11日举行 而在会议当中 出了建制宣导委员会自治歌曲设计logo 及强化自治组织 推荐族人青年加入等议案 共同来为泰鲁阁族自治推动来努力 花莲县秀伦湘泰鲁阁族列人协会 办理泰鲁阁族自治筹备委员会 泰鲁阁自治人才培力计划第四次筹备会议 11日在米可多牛排扩大办理 会议主要是协助自治筹备委会发挥最大的效能 达成近期中期远期的目标 完成泰鲁阁族自治的期许 我在这个市场不仅是个人 我们的族群 我们的尊严跟平德我们也要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生存而已 我们需要的是民主的尊严 还有这个文化的平德 所以我们继续在追求这个自治 所以自治就是在追求民主的尊严跟我们的文化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2005年以后 成立了自治筹处备委员会 一直到现在 中间的过程 我们也是到中央去推 推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还在推 全世界都在讲 原住民的事情要委屈的权利不是很简单 权利不会自动天空掉下来 要靠自己去争取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自治的工程 自治的这个运动 必须一定要坚持 而且不能停止 所以我们 我们业人协会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说 慢慢的走 不要停止 很快就到 很快就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要慢慢的去推 但是不要停下来 一停停下来 不停就没有了 李雷雷表示 第四次筹备会 主要是强化自治组织 推荐族人青年加入本会 宁地本会LOGO 制作歌曲等中单议案 共同来推动太鲁格族自治的目标 而成立太鲁格族自治 未接与行政院平行 太鲁格族自治组织在基层 成立自然资源 以及人文资源工作小组 结合在地文化 生态智慧 与政府现代管理技术合作 达成自然人文资源的有期发展 记得终于换收到